大家好,我们继续以肿瘤方向微环境成纤维细胞这个热点来介绍肿瘤方向的课题设计,还有进行申请 关于肿瘤的微环境呢,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给大家简单介绍肿瘤环境的时候说过 其实肿瘤环境它作为一个近几年的科研热点,代表着我们对肿瘤发生发展变化 包括一些其他疾病啊,认识观点的一个改变 以前的时候大家做肿瘤或者很多疾病的时候,做来做去呢,可能还是做病造的 特别是肿瘤细胞本身的它的形态,包括它的一些生物学特性 但是呢,现在的一些观点开始发现,就是像肿瘤环境里面的很多因素,包括很多理化因素 比如我们知道的缺氧,或者一些炎性因子等等啊 包括它的酸性的等等,这些理化因素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肿瘤细胞本身的 一些生物学特性 那微环境里面的很多其他的细胞,比如说像这种内皮细胞啊 还有一些免疫细胞,包括肌脂细胞里面的,比如说成纤维细胞 那成纤维细胞等等啊,这些细胞跟肿瘤细胞本身 它也会存在一些对话或者说交流 细胞和细胞的交流方式,我们以前在介绍 外面体的时候跟大家说过,那外面体呢,它作为一个包外的囊炮 大家看一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磷子双分子层的 那它里面会包裹了很多,包括核酸啊,比如说RNA啊 包括里面的一些非电码的,像Micron,Lincron,或者是环状等等 还有的很多蛋白,那蛋白的话 包括这些膜上面的膜蛋白,还有里面的一些分泌性的一些蛋白等等啊 包括一些类类,这些东西呢,它形成了一个外面体 那这样的一个双层膜结构就可以在细胞和细胞之间对话的时候发挥非常重要的信号传递作用 也就是说,比如说成纤维细胞啊,肿瘤相关的成纤维细胞,KF细胞 那这种细胞呢,它可以通过外面体传递了一些啊,这种小的RNA啊 或者是这种大的非电码RNA等等,来给肿瘤细胞啊,或者一些蛋白等等 然后呢,调节肿瘤细胞本身的,比如它的生长啊,或者它的形态变化等等 那么反过来呢,肿瘤细胞也可以分泌外面体传递给肿瘤相关的成纤维细胞 从而呢,影响到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它本身的一些形态变化 所以在整个的肿瘤环境这么大的一个背景里面呢 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对话,特别是通过外面体传递的信号来进行对话呢 是一个非常热的领域,在近几年的文章或者是基金里面呢 经常看到很多好的文章在不同的,比如说肿瘤的很多问题上面啊 比如说肿瘤的耐药上面,肿瘤的转移等等 在这些方面上面,时常我们能看到有这样的报道 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篇文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研究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的时候 还有呢,在外面体在中间他们对话的时候所起到的一个作用 这篇文章呢,是16年,是去年的一篇文章 时间呢,是11月份,发表在JCI这个杂志上面 大家知道JCI是一个非常好的杂志 我们看一下它主要的研究内容 说的是呢,肿瘤相关的成物相关系统 我们叫做CAP,它来源的Annexin A6 这是一个蛋白啊,这个蛋白阳性的包外拿泡 就是YMT,它能够促进胰腺癌的恶变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在这里面主要出现了肿瘤的微环境 肿瘤相关的成纤维细胞以及呢,YMT 当然还有一个蛋白叫Annexin A6 它的作用机制呢,是这样的 在肿瘤微环境的全面下 这里面的微环境呢,是指向缺氧啊,指挥乏啊等等 在这样的微环境下呢,巨石细胞和成纤维细胞 它会分泌YMT,那么这些YMT呢 在其中有一类是Annexin A6 阳性的YMT,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YMT 只有这个阳性的YMT呢 能够促进胰腺癌细胞的恶性程度 还有它的侵袭能力 那具体的机制呢,是因为这些YMT里面 它还有由三个蛋白组成的蛋白复合物 一个是Annexin A6,还有一个LRP1,还有一个TSP1 那这个蛋白的复合物呢 能够促进肿瘤细胞来吸收外面体 而且呢,发挥刚才我们所说的它的一个功能 这边文章里面给出来的一个机制图 我们直接通过这个机制图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整篇文章的一个思路 在这里面啊,大家看一下这个Stromacell 就是我们的机制细胞 这里面呢,我们把它理解为橙纤维细胞 橙纤维细胞在缺氧啊,包括指挥发等等 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呢 它能够分泌这种黑色的,这就是包外的小男泡 就是Annexin A6,阳性的这样的小男泡 小男泡呢,它会进入到肿瘤细胞,就是一线癌细胞里面 那么导致一线癌细胞,它本身的形态发生变化 发生变化以后会导致这些细胞脑进入到 这是血管啊,进入到血管里面 我们就知道这是一线癌的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另外呢,大家知道啊 这样的一个小男泡它进入血血液里以后呢 那我们知道血液里面啊,这样的一个男泡 就可以帮助我们用一线癌的早期诊断啊 这样的一个疾病或者一线癌的转移 机制图或者是科学假说图呢 我们在绘制的时候除了说用PPT以外 PPT里面它有一个插件叫Sense Slice啊 大家可以用一下 包括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 意图图书专家 这个呢,也可以帮大家来绘制一些机制图 那其实绘制的时候并不是特别难 难的地方,就是大家其实缺的啊 缺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模板啊 模板,那你平时的时候也可以整理一些模板 好,那么我们后面的时候把这个题目进行简单改写一下 呃,我们简单的列了两个 大家其实还可以,嗯,就是整理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题目来 主要体现的几个关键词 肿瘤相关成线微细胞 嗯,一线癌的恶性转化 歪密体,还有呢,是呃,微环境 还有这是这个阳性的歪密体 你可以把NFN6A6啊 阳性的歪密体作为单独的一个呃,重点来说 然后就是成线微细胞 那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这一个阳性的歪密体 它在开服促进一线恶性转化的功能和机制研究 你也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这个阳性的歪密体在开服于一线癌细胞对话 啊,或者说叫cross talk中的功能和机制 第二个呢,就是强调一下微环境下 那我刚才说这里面呢 微环境指的是缺氧以及止溃吧 那你可以说在呃,微环境下 这个阳性的,呃,开服来源的阳性的歪密体 促进一线恶性转化者的功能和机制研究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题呢,说的更复杂一点 那,呃,比如说anaxin A6 还有前面的两个蛋白这样的一个复合物 是通过外密体传递的 所以你可以这么说 呃,外密,呃,就是开服来源的 这一个外,呃,外密体中 这一个蛋白复合物 促进一下恶性转化的功能研究等等啊 题目其实你可以改写出很多东西来 呃,关于呃,肿瘤相关的成线细胞 还有像外密体啊等等 其实这几年的期间里面非常多 我们前面说的呢,呃,因为如果是我们要做肿瘤的话呢 那肿瘤里面很多问题了 比如说肿瘤的耐药,肿瘤的转移等等啊 这些都是,然后还有呢 就是,呃,这样的一个方向啊 肿瘤相关的成线维细胞 包括它的外密体 可以跟现在的很多热点也都能联系上 比如说,呃,看一下这里面的呃 常列的非边马埃,另开 也就是说,呃,那另开呢 有可能在呃,开服细胞它的形成 或者是说呢,和呃,把细胞或者我们叫肿瘤细胞 它们之间对话中发挥功劳 比如说像这一个 呃,乳腺微环境中的开服它分泌的外密体 它传送的或者递送的是另开研究的问题呢 是呃,去的猪单抗的呃,耐药啊 呃,再往下呢 这里面大家继续往下看 这里面出现的是麦款啊 也就是非小细胞肺癌通过麦款激活开服啊 来重塑微环境促进肿瘤转移 也就是说这个,呃,麦款呢 它是来源于非小细胞肺癌的 然后这个信号呢 是从癌细胞传递给开服 那这里面没有出现呃,外密体 我们不知道它这里面有没有设计到啊 然后呢,你也可以在设计呃,中药里的一些科技的时候 比如说那中药它可能起到一个干预疾病的作用 呃,那具体的作用机制呢 就是可能是开服以及呃,下游的这样的一个信号轴啊 包括下面,大家看到这里面 长连飞变吗 它可能结合了呃,开服细胞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叫能量的代谢重塑 那往下啊,这里面大家都能看到的啊 这种麦款的 还有呢,那11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大家看一下 种类相关成相微细胞通过分泌外密体 那外密体里面有一条麦款146A5P 然后呢,促进膀胞癌干性为止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干脂肪的特性 呃,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大家可以自己来进行 呃,调整啊 或者说大家可以看一看 其实呃,那这个热点有了以后 我们前面也给大家做过呃,一个统一的 或者万金油的套路 大家想想,其实呃,东西也就那么些 好,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研究内容啊 这里面展示的呢,是这篇文章的研究内容 我们前面说呢 呃,关键点里面就三个啊 一个是开服,还有一个外密体 还有一个就是蛋白的复合物 那这里面第一步呢 就是蛋白复合物的鉴定啊 蛋白复合物,发现有这样的一个ALT啊 这这样的一个蛋白复合物 第二步呢 解决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蛋白复合物的来源细胞 大家要记一下这个问题啊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很多的分子也好 特别是涉及到跟微环境有关的 很多的分子 包括弯粒体 包括很多呃 比如说很多链开呀等等 那呃,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呢 你需要交代清楚 这一个外密体 或者是这个分泌的蛋白 或者是链开等等 它来源的细胞啊 这是第二步 在这里面呢 他发现它主要来源于 呃,这个 开服啊,开服细胞 还有一个啊 就是第三步 第三步呢 也是我们前面一直要说的一个 呃,一直在强调的问题 就是这样的一个复合物的形成啊 在开服里面啊 形成这样的一个服务 它的条件是什么样的 这里面说到了一个缺氧 还有止 呃,匮乏这样的一个条件 第四步呢 就是说呃,缺氧 以及这样的一个微环境 能影响到肿瘤细胞的一个存活 好,再往下呢 第五步是这样的一个蛋白符合物 呃,能够参与肿瘤的微环境的调整 这个小解啊 再往下就是,大家看一下这里面说的呢 就是, Annexin A6 它的这个开服里面 它的表达能够影响到 呃,PDA肿瘤细,呃,这个移线癌的肿瘤的生成 以转移 呃,第七步呢 就是外密体的 它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的能够影响到肿瘤细胞的恶性呀 等等 第八步呢 就是它的外密体 作为一个标志物了 这么看起来是比较难一点的啊 比较难一点的 我们总结一下相关的套路啊 呃,在整个里面 我们先总结完相关套路以后呢 我们再看一看 呃,前面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在设计课题的时候 怎么来设计 呃,第一个呢 就是微环境的因素 我们前面说过 像缺氧,营养匮乏 这个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先决条件 呃,还有呢 就是成纤维细胞和巨石细胞 这里面说的是指 我们的分子 或者是外密体 它的供体 或者是它的来源细胞 那受体呢 是指肿瘤细胞 啊,就是我们的胰腺癌细胞 所以呢 这里面就可以把这三块联系到一起 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 供体细胞提供了 什么样的东西给受体细胞 从而影响到了 受体 就是肿瘤细胞 它本身的什么样的表现 然后参与的因素 这里面有外密体 以及呢 它内部的一些分子 这里面指的是蛋白的一个复合物 呃,前提背景啊 就是开腐与肿瘤细胞对话 或者呢 开腐促进 肿瘤的进展 研究的角度啊 这是我们在课题设计的时候 一个重点的部分 就是外密体 以及内部的分子 参与开腐与肿瘤对话的过程 这是一个研究的角度 好 那么 我们呢 往下再 把这个套路继续看完啊 考虑到问题啊 就是肿瘤细胞 与微环境细胞的 它是对话方式 那我们知道 其实肿瘤细胞呢 以及比如说我们就说 KF吧 KF细胞 它们在对话的时候 它既可以分泌 整合到外密体里面的蛋白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分子 也可以直接分泌蛋白 也就是说这个蛋白呢 它不是在外密体里面 它就是一个分泌性的蛋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外密体的来源 是KF细胞 还是巨石细胞 还是说其他的 这样的一个细胞 这是一个旁分泌的途径啊 这里面说的呢 是指 比如说成纤维细胞 它分泌的外密体 或者是巨石细胞分泌的外密体呢 来调节这种细胞 然后第三个问题 就是外密体的成分 那它是蛋白 是RNA 是RNA的哪一种啊 比如说link 环状 还是micron 还是说其他的成分 比如说纸类 第四个呢 就是外密体的成分 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比如有可能呢 是微环境里面的 就像 这前面这篇文章里面 它的成分呢 是受到微环境里面缺氧啊 等等 这样的一个 外部的一个环境影响 也有可能是受到内部的 比如说 那外密体 大家可以想一想 它本身作为一个拿泡 它里面的成分 首先呢 对于一个细胞来说 它要分泌外密体 它首先这个 里面的很多成分 它要能够 在细胞里面是有 特别是在包浆里面 它是有的 那这样的话 就有一个 这里面呢 比如说RNA也好 或者是蛋白也好 它的成分 它要首先要 对RNA来说呢 它要转入出来 对蛋白来说呢 它要翻译出来 另外呢 它的成分 那有可能会被包裹进来 它包裹的时候 实际上有很多 参与的因素 那这些都是影响到 外密体成分的因素 包括内部和外部的 第五个呢 就是外密体 它进入到肿油细胞的过程 以及结果 那大家可以考虑它 它是否进入到细胞 进入细胞以后 它下游的机制是怎么样的 对机制来说呢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 外密体重套路 以及呢 各个部分 各个分子 它相互作用的方法的时候 给大家做个介绍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整个课题设计的验证逻辑 第一个呢 就是大家可能需要证明 比如说CF1 肿瘤细胞要先 它们两个要共培养 那你要看一下 如果CF呢 能够影响到 肿瘤细胞它的表情 那你要看一下它的表情 那么影响因素 比如说是危险环境的 有可能是CF的 那么危险环境里面 大家可能要看一下 缺氧呀等等啊 这种理化的因素 是不是对于CF发挥功能 是有关的 很多情况下呢 我们在做很多研究的时候 也不仅仅说 种类的环境或者是CF 在很多实验 我们做不出来的结果啊 有可能就是因为 我们前面的先决条件 或者是我们的条件是错误的 比如说 那这个里面啊 这篇文章里面 如果没有缺氧 或者是说前面的指挥法 等这样的一个条件 CF还能不能影响到肿瘤细胞 这个都是未知的 第二个呢 就是在微环境下 CF以肿瘤细胞上清 以及外面体处理肿瘤细胞 简单的表情 那我们为了证明 CF呢 是前面这一步啊 已经证明了CF 在微环境的这样一些条件下呢 它能够导致肿瘤细胞的恶性表现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证明的是 在微环境条件下 那你需要说明它是弯密体 那弯密体我们知道 CF于肿瘤细胞共培养的时候 CF细胞呢 它会分离弯密体 那你就可以把CF细胞 分离的弯密体 它在细胞上清里面啊 把它的上清来处理肿瘤细胞 进一步的呢 把分离出来的弯密体 大家知道弯密体呢 需要做呃 鉴定啊 包括它的力竞啊 大小啊 还有它的一些退行的一些marker 那你鉴定以后 进一步的再处理肿瘤细胞 你要看肿瘤细胞 它的表情是不是于 呃 CF和肿瘤细胞共培养的时候 出现的表情是一样的 那如果是可以的话 那进一步的 大家要想一想 呃 你已经确定了 弯密体呃 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了 接下来你要做的是 看一下 外密体里面 它哪些呃 分子或者是说 哪些成分 来发挥功能的 那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做 比如说要从蛋白角度的话 那你可以做一下蛋白的蛋白质谱 呃 因为蛋白质谱相对来说呢 灵密度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你能测好多的呃呃 蛋白 那么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是你想看一下RNA呢 那你可以做测序 呃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呃 呃外密体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了啊 有了这些成分以后你可能要根据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呃数据库等等来筛选一下可能你怀疑的这样的一些分子 第四部分是一个分子功能的验证 这一部分呢 也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比如说前面我们对RNA也好或者蛋白也好 我们怀疑这样的分子 那我需要对这些分子进行沉默 或者是呃 KOR啊 敲掉 敲掉以后呢 再看外密体 它对细胞表情的呃影响 那这是第四步 从这一部分做下来以后呢 我们如果是表情能够看到以后 我们就找到了KF或者其他的细胞通过外密体里面的哪一类分子来影响种类细胞表情的了 接下来呢 你可能要把动物实验啊 或者是说呢 还有特别是临床这一部分都要做掉啊 最后一部分就是机制 机制这一部分呢 呃 对我们来说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啊 就是你需要把外密体进入细胞啊 受体细胞的这样的一个表情给他 呃 就你也需要在盈光响微镜上看到这样的一个表情 接下来呢 呃 两部分 一部分是临床的 临床的呢 你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外密体里面的某一个蛋白 或者是外密体阳性的呃 某一个蛋白阳性的外密体 它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诊断 随着机面的发生发展有变化 以及它的预后的一些标志物 另外的话呢 就是分子机制 那分子机制 呃 除了进入外密体呃 以前的这部分工作以外 那进入外密体以后的很多工作 其实跟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就 没有多大的一个差别 好 那这一部分我们介绍的呢 是以肿瘤微环境里面 KF细胞为例 呃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呃 KF细胞或者是肿瘤微环境里面的其他的一些细胞 特别是呃 通过外密体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发挥功能的 这样的一个套路 以及呢 相关的课题设计 好 这部分内容呢 就介绍到这里 下一节课呢 我们开始介绍其他系统的奇变 好 感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puntoAs